看了没 这可是新装的插座箱 还没用多长时间 就发现问题了 这是上下两排插座 右边的全没垫 那就结底这排先插起 既然是右侧没垫 那就由右制作挨着插 你看见我这垫比了呗 到了第三个还没垫呢 再量第四个 这才显示有垫 像这种情况 大部分都是 把线压在炸在压片以外了 所以说 不管给人是装插座 还是装炸 最好装完之后 都要把线撑一撑 看看是不是接得牢固了 就像这种情况 上下两排插座 右边全没垫 那对自己得有多大的细心呢 接完你再看看 这不就没事了吗 那你就再看看 隔壁以前没有垫这个 现在不也有垫了吗 要说问题是不大 这个都是疏忽造成的 我感觉这种情况 大部分还都是老电工干的 老电工们听了 可别骂我呀 那你再看看上边 在我量到第二块炸 零线的时候 显示有12伏 火线倒是都正常 量其他零线的时候 也一点电压没有 只有这块炸的零线 有12伏 这足以说明 这根零线是有问题的 你看看其他零线 一点电压也没有 只有这个插座底下的零线 显示12伏 那这肯定也是虚接了 为了直观一点 再用万元表量一下 你看看 第三块插座 电压正常 那你看看 我再量第二块 是不是没有电压 只有2.3伏 明显没有电压 结果又是一个出乎意料 你看看 螺丝根本就没紧 因为这种连排的胯线 都是一颗铜牌 做过来的 哪个插座有问题 就是哪个车座 不会影响到其他插座 像底线那种胯线 就不行了 一旦一个胯线续接 后边的也会没电 接完了 你再看看 电压不是正常了吗 同样都是小问题 竟然都体现在 一个插座箱上 像这种情况 估计是老板 又把钱给少了 按下来 多点 就是 是 继续